这样子其实就看起来像一只兔子 垂耳兔之类的耳朵很大 就是这边有整理之后 它的一整个发量有变多的感觉 哈喽我是沛丽 今天呢要来分享的是 在过渡时期如何整理头发 今天呢会有帽子教学 发带教学 然后还有电棒教学 好首先呢为什么要拍这个主题呢 是因为现在我在美国 是属于一个居家隔离的状态 外面只有生活必需品 像是超市加油站 你一定要出门的时候才可以出门 一般的话呢像是美容美发 然后美甲美睫 然后或者是其他娱乐书局之类的 全部都没有营业 甚至连公园现在都是属于那种 绑黄线的状态 连公园都不可以就是去玩那些游乐设施 大部分时间都会待在家里 可是我好想剪头发 然后我就想到对 我的人生确实常都在那种 我到底要不要留长头发 还是剪短好 我要有刘海吗 还是不要有刘海的 这个期间在挣扎 或者是当你有染发的时候 还会有布丁头的困扰 就是头顶有布丁头是一个 你会觉得看起来就很不舒服啊 然后还有像 当你头发很乱的时候 最明显的就是每天起床照镜子的时候 你就觉得真的很烦恼 看起来很没有精神 所以呢过渡时期的整理头发 我觉得也是很重要的 那我今天就分享 我自己整理头发的方法给你吧 首先第一个方法呢 当然就是戴帽子 这一招呢适合所有的发型 尤其是你有染发头顶有布丁头的人 然后帽子戴上去之后呢 就完全遮盖了 那我自己的话呢 其实是 各式各样的帽子 我都很喜欢 但因为最近天气比较炎热 然后外加上我的头发长度 现在大概到肩膀 我觉得脖子很热 所以我最近很爱戴的就是放球帽 我之前有在一招轨上面就是常拍照 然后那有许多网友呢就在问我说 诶这个造型是怎么弄的 所以今天先来简单的示范 就用棒球帽来做示范好了 我自己在平常买棒球帽的挑选原则 我一定都会看后面 就是有没有一个洞 我绝对就是喜欢找有一个洞 然后最好呢是可以调节宽度 可以让你的头就比较舒服 因为每个的头尾可能不太一样 那这是我挑选棒球帽的第一个首要原则 接着呢当头发比较长的时候 我就会把它扎起来 一般人可能就是会用 把圈啊橡皮筋去绑 可是我觉得绑久都不太舒服 而且其实你头发不够长的时候 这样绑起来都是那个 一个小啾啾 我觉得它没有很好看 所以我就会喜欢用一个棒球帽 去帮它直接就是做造型 好首先呢就是把你的手伸进这个洞里面 对就是长这样 然后接着呢直接用这一只手去抓住头发之后 好头发 从洞里跑出来 这样就非常的舒服了 然后呢接着就整理刘海部分 我通常前面就会直接留两撮了 然后侧面的部分呢 我也会习惯 就是拉两撮在耳后 这样子它的那个层次感 我觉得会比较好看 然后最后呢就是整理刘海 我下流海有点太长了 好像该剪了 会碰到眼睛 好那 嗯 最后呢还有一招就是 当你想要修饰脸型的时候 记住你的帽子就是不要压太低 压太低的话呢 它不会修饰脸型 我就会故意让它翘翘的 就是有一个高度在 你就会觉得那个下巴尖 脸看起来就还蛮小的 所以这是一个带棒球帽的那个帽子 帽圆的角度 也是还蛮重要的 好第一个造型 我觉得如果说现在一直都不能剪头发 我必须得留长的话呢 我可能就一直都会保持这个造型 因为我觉得太方便了啦 超舒服的 好那接着呢 第二个造型我来分享 髮带好了 这也是很多人一直在instagram上面 问我的问题 首先呢 我找的是这种 嗯 就是各大品牌都会有推出那种 方形的方巾 就是它长得这么大片 呼呼呼 已经完全把我遮住了齁 就是一个方巾 我觉得它的那个 呃 卷起来的厚度 是会有修饰效果的 因为如果髮带太薄的话 你有时候头发太厚 会看不见之外 它会让你的脸显大 所以我自己是觉得 厚一点点的髮带 比起这种薄薄的来说的话呢 修饰效果比较好 那至于怎么做呢 其实很简单 就是先对着 成三角形 然后呢 反正就再对着对着对着 卷成一条长长的 好捲好的 那基本上呢 我就是会把那个单面的地方 就是 这边会是比较完整的 那这边呢就是会 好几层 好几层的地方 就是放在后面 接着呢 就直接把它放在头顶上 然后我还是一样就习惯前面留一点刘海 不要包太紧 好然后到后面呢 就左右交叉 这样就不会松掉了 接着最简单的就是把它绕到上方 在上面绑一个平结 就是打两个结的意思 好 这就是一个第一款最简单的一个绑法了 那如果说你可能会有比较大的动作 或者是担心它会松动的话 你可以夹个夹子 但基本上我觉得不需要夹夹子 也还蛮持久的 就是它可以在头上就是一整天这样子 好那接着呢 第二个分享的也很简单 好拆掉 一样就是刚刚这一条嘛 那现在呢比较不一样的是我要从底下开始 就把它放在那个后脑勺后面 然后往上面 变成是在上面打一个平结 好在上面打一个平结 这一个是我最喜欢绑的 因为它有修饰脸型的效果 头顶尖尖的它会让下巴看起来比较长 所以我很喜欢绑这一个 这样子其实就看起来像一只兔子 垂耳兔之类的耳朵很大 但没有我们要把它那个收到后面去 如果袋子够长的话呢 其实你会发现它可以在你的后脑勺 再打一个小小的平结 就是把它收纳完 有点像是那种带了发圈的感觉 你就再稍微整理头发就好了 这一个造型我觉得很适合度假风的洋装 就看起来还蛮舒服的 就是这个发带的帮法 好那如果袋子不够长的话呢 其实你也可以就是再拿个黑色夹子之类的 把它塞到耳后 然后用夹子把它夹住就好了 好那最后呢再示范一个就是很多网友都最喜欢的 猫咪发带的绑法好了 就是刚刚那样就是 折一条长长的之后呢 我会算一下距离 就是这样放上来 大概在我的那个眼珠的上方这里 我想要让它有猫咪的耳朵 怎么做呢 就很简单啦 就是绑一个结而已 只是要去调整一下那个结的角度 让它有点像是尖尖的 这样子尖尖的一个 然后就可以把它放在这里了 然后算一下距离 这边也再打一个结 好我已经拥有两个尖尖的耳朵了 如果你希望耳朵更大的话呢 你可以绕两圈 但是不用那么浮夸啦 我觉得一个就够了 好就是这样子 然后后面绑一个半个蝴蝶结就可以了 反正你就想办法固定就好了 好这个呢就是很多网友喜欢的 猫咪发带的绑法 猫咪脚 喵喵 完成 那就简单分享三个发带的绑法给你们看咯 好最后呢要来分享就是用电棒卷整理头发 那我先打开开关 等它预热的同时 我跟你们介绍一下好了 因为很多网友就是看到我在整理头发的影片 然后就在问说我用什么在整理头发 基本上呢 其实我在台湾的时候会有那种 波波夹 就是可以夹头顶 让头顶比较蓬松 然后或者是那种泡面头的泡面卷夹 然后还有各式各样的大小的电棒卷 当然呢也有执法夹 但是因为我现在到美国这边 我们的房子是租的 我接下来会搬家 所以我不想要一次拥有太多东西 我就只想说那我只要有一个 可以让我稍微整理头发就好了 就算如果说你是预算有限 然后想要有一个可以帮助你整理头发工具的话 首推 我绝对会是选这种直发夹 因为呢它不只可以把你头发夹直 也可以就是用它来塑形 让头发是你想要的自然弧度 是卷发都可以 好我换到背景比较白的地方 这样才能看到我在做什么 就是贴紧头皮之后我会往上拉 让它有一个自然的弧度 然后不用急着去拨掉你的头发 因为等它冷的时候才会塑形 就一个往上的动作而已 然后下面你可以让它自然的内卷 还有时候呢我就会直接夹中间这样子 挑出一层 也是用一样的整理方式 然后这样就可以让它里面也比较膨了 那最内层的话呢 有时候我就是会夹成直的 让头发看起来比较长一点 好现在呢可以看一下我头发的对比 就是这边有整理之后 它的一整个发量有变多的感觉 就是比较膨 然后这边就是塌塌的贴着脸 所以呢有时候如果说我想要我的头发变比较蓬松的时候 我就会这样子去整理 就是没有把它当执法夹的概念 就是用它来整理头发 那我上次呢就是拍一支影片 然后有很多网友一直问说那个头发是怎么整理的 其实也是用这个执法夹的概念 只是我先让它弧度是内卷 然后尾巴的时候是外卷的方式 你也可以整个尾巴先外卷 外翘啦 应该是怎么说外翘 其实那一天真的就只是头发没吹干睡觉 然后把胃很翘 我就让它整个变成这种发型 就是这样子给它一点弧度 好 这样子就可以变成那一天的造型了 那因为头发已经变蓬了 所以我觉得其实很适合使用这一种 就是比较薄的发带 任何的发带都可以 那我今天呢用的这一条是Nike的 我现在很喜欢运动品牌 我觉得看起来很舒服 我用它来示范好了 那底下呢我已经自己就是搭两个结 就是我平常的一个使用的长度 这一条的话呢它是有弹性的 所以我觉得就是它结打好之后 你不用拆掉还蛮方便的 好那我现在呢就直接用这一个来示范 好稍微整理一下刘海 好那接着呢后面的头发 因为刚已经有用蓬松了 所以我觉得其实现在这样子的一个 修饰脸的效果就蛮好的 它会变得蓬蓬的 但通常如果我想要让它更整齐的话呢 我会这样子把它们全部抓起来 抓起来之后呢稍微的内卷 稍微内卷一下 然后把它塞到这个 绑头发的发带这边 然后让它们的弧度都 稍微就是变得圆圆的 有一点像是一个小包子头的概念 我觉得这样蛮可爱的 好最后呢再细条整理一下这些发流 然后就是弄成自己看得顺眼的样子 这样就好了 那我觉得这个发型呢 其实还有一个小心机 就像长发的人 如果说没有要每天洗头发的话 没洗头的时候可能就是会绑马尾啊 扎辫子 对不对 短头发的人的话呢 像我自己就是会绑个发带 把它们全部都藏起来 你就不会觉得说那些脏脏的头发 在你眼前晃来晃去了 所以如果没洗头的话 我也会喜欢做这样子的一个造型 好那以上呢就是简单分享了 我在过渡时期整理头发的一些方式 其实就是习惯了都还蛮简单的 你就可以去搭配不同的衣服 让你的造型也能够稍微有点变化 至少每天在过渡时期 你就算觉得头发乱乱的 可是你看到镜子还是会觉得 嗯心情变好了 好那就祝大家就是过渡时期 都能够每天有好心情咯 下次想要看什么样的影片题材 欢迎留言给我 我们下次见 bye 请不吝点赞